哈喽大家好,我是班大师,欢迎收看,欢迎收看团长的赞助红,先知油拆杂技小女孩,一套不太能还手的阵容,然后牵制力的话,怎么说呢,先知这个点,先知油拆小女孩我觉得牵制力都不是很够啊,但这套阵容有一个特点,就是他们修的比较快啊,修的比较快,四个牵制位,相当于算四千只位了,四个百分之百的一个修击点, 如果说前期真的能够,你要比较好的给到,把这个牵制做足的话,我觉得穷者还是有的打的,只知道这种他们的一个牵制力有点弱,然后往后打,打到后面残局,四人开门战的时候,即便是打成一个四人开门战,我觉得团长也有机会能翻盘的,这里是丢伞,假封一下,不让你进医院就行,绕过来,这边有抽到机会吗,321,抽,没有抽到,再补,没有, 换抓,偷袭,丢伞,小女孩那个位置是明的,还是想抓这边的邮差,这样的话,位置压住应该是平地一刀,好的,开了进去以后有摇灵,丢伞到脸上面,这里邮差遛不动,这个点位没有任何可以供他使用的交互点了,一个摇灵收伞带走了,一个摇灵收伞带走了,摇灵没能摇到,没能摇到这边,一个分窗加速再进去, 前面还有板子,这手摇灵没摇到,先知鸟是一个真空机,刚刚忘了还有先知那只鸟的,现在鸟要好了,快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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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快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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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没看,没看,这个击倒时间,我觉得穷者凶多吉少,凶多吉少,挂过去,压这边小女孩的机子, 你敢压我机子,你信不信我三连纸片,他居然要不挂人,然后开始来追小女孩,夺纸片,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,一刀,没打住,丢伞,压前面的位置,这边有一个博弈,抽刀,过板刀,打中, 那这个尤叉应该是不要了,这个尤叉应该是不要了,就不能追杀小女孩,小女孩这边不能倒了,所以先知一定要叫鸟,小女孩一定要叫鸟,这鸟一定要,他得保证自己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因为差不多尤叉应该教自己的,差不多了,这个人,这个时间点的话,其实小女孩牵制的也够了,纸片再谈,78,他不会是崩坏吧,我就知道这个人,正常来讲的话, 就算插了眼,也该叫自己了呀,点了个崩坏,三崩坏配插眼,这个人太恶毒了,还没起来呢,放血流,这边是杂技来摸那一手,那小女孩这边肯定是挂上了,不管这个,不管这个油拆起不起来,我觉得小女孩得挂上呀, 他就纯纯放血吗,我觉得小女孩那手是可以挂的,因为这个油拆他即便是半血,你现在再把他击倒了,你得把他挂上了吧,你不可能再放血吧,你把他挂上了,跟挂小女孩有什么区别呢,对不对,你这边丢伞过来,看到是个咋,油拆不可能来救人吧,先知在外面大概也不会来救人吧, 那这边有个人,不过我们这个是知道上帝视角,知道这个杂技的位置啊,就当时他这边把小女孩挂上了,然后丢伞过来遇到杂技,先追杂技打也可以的,那这边这个人还是得挂,挂到踢墙来做一波防守,野狗,怎么的,完了,我觉得他这把打的是一个,又在尝试自己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打法,我有点看不懂, 我有点看不懂,我是觉得这边其实是要挂人的,要挂人的,不挂人的话你没有淘汰的能力啊,这些人淘汰不了的啊,这个级别的穷哲,怎么可能让你这样子就是平白无故的,我就把这个字棋给交了,然后让你抓到机会,对吧,打出缺口的呢,不太会啊,不太会,这样的话我觉得很趋向于一个,多半趋向于一个斯文开门战,但是斯文开门战之后他能不能翻盘呢,我觉得他是有能力翻盘的,因为这道阵容, 开门战能力不强,这道阵容是翻不了道具的,一个人都翻不了道具啊,虽然说那个,有些道具可以续吧,但是打到残局其实剩余的东西也不一定多,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,这把我感觉现在四分多说,这把可能能打到个八九分钟,甚至十分钟,小女孩这边取消了一个擦刀,等,这个窗口不翻也得倒,必须得翻,一个窗刀打中,再下一个眼,挂不挂人呢,就不挂了,就放血,这个放血没有任何意义啊,他这边守三连, 你得挂人呐,你挂了人你才有得打,不挂人一定是个死人开门战,就,他没办法,就,你说你这边把人家自棋给压出来, 现在从结果上来看,一个自棋都没有逼出来,对吧,两波都是被杂技给摸起来的,那一个自棋都没有逼出来,开门战那些人全是没倒过地的,他要这边就是在,现在这个局面下,把球者先全部打残,然后一波兜,一波兜底,击倒个两个三个,然后逼他们一个叫自棋,才有可能能翻盘前一个多抓,你早点挂上,我觉得有得赢的呀, 这边摸小女孩,有拆,主要知道这种,还有个问题,翻不了道具,你能翻道具的话,我觉得其实,拉开了以后翻道具,我觉得也蛮不错的,先至外面重一起机子,机子的话应该是能够,这边摇零没有摇到,摇零没有摇到的话,机子差了不多了,而且球者是多修了一台吧,我记得,对,他们多修了一台的,这样的话,这个机子就更难压了,一刀先打, 我看你挂,你不能别挂呀,这不挂,小女孩这边是,教了自己的吗,还没起来,蓄力刀,我去,你别挂,你别挂,你不是很牛皮吗,确实,如果小女孩教自己,她这边挂,人外面只有一个活口, 但邮差,我记得没错的话,是有自棋的呀,两个人都爬过来,69,暂停破译,我去救人,证明小女孩是有自棋的吧, 机子是压好了,这边,挂两个,怎么地啊,小女孩教,那小女孩,确实可能是没自棋的, 邮差这边,杂技可以薄命套薄命,那杂技会挡,然后薄命套上以后,邮差再拉一波距离, 追小女孩,因为小女孩是教自己的,那不好意思,刚刚我没有留意到,因为小女孩那个位置,为什么我觉得她可能没教自己呢, 因为当时这边,那个,速散不是去追邮差了吗,然后我觉得杂技可能过去就把小女孩顺势给摸起来,然后摸满了, 因为有,这个小女孩是被摸满的嘛,那我觉得她可能是没有教自己的, 诶,这边有纸片,这是一个四人没有贴门的开门站,所以说我觉得速散还有机会, 小女孩这边下一个眼,放着,走过来看这边的门,这边过来没有耳鸣, 然后丢伞往另外一边走,杂技在地上的,这个位置,门开了吗,门开了,过来有个吸魂,平局, 把人赶走,先把人赶走,平局,可以吧,能接受啊,确实她在后面的这个残局的一个发挥, 发挥的非常的好,真的被她打出了一个我觉得很难打到的, 就是三人倒地,两人上挂的一个缺口,或者说一个局面,这个局面还是比较难的, 真的,她的打法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欣赏一下,不要去学习啊,这个确实很难做到的, 这个局我多半本来觉得,那这个局是不是如果我所说是个四人开门站, 我本来觉得多半是四人开门站,求人宝贴真胜的,那么最终是个平局, 就是因为小女孩这种自弃,如果小女孩有自弃的话,我觉得这个局可能就不一样了, 对不对,对不对,好,感谢大家不信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